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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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绳子 捆起来了 脚头的被子被绳子捆起来了 这样是为了能暖和一些吧 您可真是会想办法 您看师父的袜子不知道补了多少次了 实在没法补 再慢点收了 回头师父问起的时候 我们就说找不着了吧 好 这样师父只能穿新袜子了 师父 不要再劈了 手都流血了 不就一点血嘛 你怕啥呢 您真想得开 师公 吃饭去吧 先放那儿凉一凉 把它劈开再去吃 您别再挖了 这么大一个树根 您挖到啥时候去啊 扔到那儿 等着它自己呕烂好了 干啥事 你不能怕作难 我不停地挖 总能给它挖出来 挖出来能烧锅 腾出地来又能种菜 你放车等着它自己呕烂 得啥时候啊 您去吃饭 我来劈 哦 慢点慢点 别把斧头砸坏了 师公 哎 走 咱们吃饭去吧 师公啊 再给您打点水洗手吧 我们要节约用水 要吸服物啊 啊 这些菜还要吗 摘菜不丢星 圣四送葬经 你用筷子蘸一点 把这些芹菜给拌拌 老师父一直这么勤俭吗 我刚开始也有点闲事 师公太小气 要买两块钱的豆腐 他都不让买 可是后来 见他给几家学校和道场啊 捐赠买树苗 却一抖手 就拿出好几千块钱 这让我彻底佩服得无底投地 师公啊 用自己辛苦耕种的收获 去做救急 做布施 他乐此不疲 而对自己 他却一厘米都不会糟蹋 太了不起了 你家小孩真有善根 现在这年轻人中 不糟蹋粮食的少见呢 你知道你捡起这根面条 能增多少福吗 这不算啥 从小我奶奶就教我们这样做 没想过增福 好好 善根出善苗啊 你若是能一辈子坚持西服 谦虚 那一定会有大成就 我给你讲个故事 唐朝时候 李世民手下有两个能人 一个叫袁天刚 一个叫李淳风 两个人都精通相术 神机妙算 有一天 二人陪李世民一起闲聊 他俩自称 对过去和未来的事 无所不知 李世民一时兴起 那你们算一算 寡人的阳寿还有多少 不碍事 你们大胆地说 寡人不忌讳 结果如何呀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不管什么结果 都要直言道出 寡人一定不会怪罪你们的 我们两个推算的结果一致 皇上今天夜间此时 就要归天了 二位爱卿 这回肯定要失算了 你们看我这一身的精神 像是要死的人吗 确实不像 当天晚上 袁天刚和李承锋私下合计 假如皇上今晚不死 那明天肯定要追究二人的欺君之罪 二人欲想心里欲没敌 最后决定连夜逃跑 道兄 咱们算一算 这老头会从树的左边过来 还是从右边过来 好吧 道兄 我已算出 他必定要从左边过来 不对呀 道兄 我怎么推算出 他要从右边过来呢 你们两个活神仙 怎么会到这儿来呢 一言难尽呢 您听我细细道来 这不算个事 你们回去吧 那您知道皇上现在怎么样了吗 安然无恙 那我们就更不敢回去了 你们回去后啊 皇上要是问起你们 你们就说 昨夜子时 陛下忽然心中烦躁 想喝一碗小米汤 喝的时候啊 不小心把一粒小米 吊在了靴子上 陛下伸手捡起了这粒小米 因为这粒米的缘故 感动了上天 玉帝赞叹您贵为天子 却能爱惜一粒小米 您对自己的子民 哪有不爱惜的道理呢 于是为陛下增寿二十年 您才是活神仙呢 我们和您一比啊 就像小河沟的水 跟大海水相比一样 可千万不能这么比啊 我所学的 不过是在大海水中 取出来的一瓶 还不是太满 您老啊 是一瓶子不满 我俩是半瓶子 逛当啊 你听懂没有 听懂了一点 是在教人惜福 也教人要谦虚 好好好 你看你捡起这一个面条 得到多大福吧 增加二十年阳寿 还长得学问 你若是能一辈子 坚持惜福谦虚 那一定会有大成就 师父 您总是那么自在 怎么样 才能做得像您这样呢 在我眼里 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 经常充满发喜 心里才能清静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 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缘 心里就安心踏实了 贤公老合掌的智慧 得能不可思议 他虽然不识字 但是能够直接悟出 文字背后的佛法大义 凡夫看不出 真佛的奥妙 行菩萨道 而不着相 贤公在这个世间 真正做到了 他给我们做了榜样 佛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间 要与人无争 于事无求 跟一切人事物无争 在一切万法中无求 如果有争有求就错了 就冤枉造作罪业了 贤公虽然不识字 但说起话来 却常常妙语连珠 往往令人毛色顿开 他曾说过 施主一粒米 大如须米山 常住增物 是施主的福田 一定要做到 爱护常住物 如护眼中珠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不能不做 只要心里清净 只有阿弥陀佛 不装别的事 不会耽误成佛 还说过 能念佛的人 都是有大福德 大善根之人 一定要把握住 大好姻缘 老师念佛 当生成就 请不吝点赞订阅